市府积极打造9座国民运动中心 其中台中最大的中正国民运动中心 以水上运动为主力 将作为2019东洋青澳水上运动比赛的场地 而为了让设备更加完善 日前市府延展公旗 并提升建筑标章等级及相关设备 希望能够让场域更加符合使用需求 主打每座国民运动中心都有不同的特色 为在北区的中正国民运动中心 面积超过6万平方公尺 并以水上运动为主 规划成地上三层地下三层的运动场馆 同时也将作为2019东洋青澳水上运动的比赛场地 我们这个中正运动中心 以后是2019亚青运的一个水上运动的比赛 那这个运动中心有一个特性 它是一管三池 也就是在我们这个管里面 它有跳水池 有游泳池 还有一个练习池 那相关的这个水上运动 它是符合这个国际赛事的一个规格下去设置的 北区中正国民运动中心临近学校交通便利 日前市府在不追加预算的前提之下延长工期 并增加设备和提升建筑标章等级 除了希望让场域更符合使用需求 也进一步提升市民运动的休闲风气 这个以后我相信能让我们的运动赛事 推广更顺利 任何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 那个台中体育学院 这些东西我们相信这时候是 可以大家互相搭配的 因为这样子的话 因为台中是唯一现在第一个运动中心 就这在我们本地里面 让我们有一股骄傲的感觉 民众对国民运动中心乐见其成 市府表示 运动中心打破传统方正建筑形式 以立面波浪设计 除了可以供市民使用之外 未来也会配合举办更多国际赛事 达到体育竞赛和国际接轨的目标 记者张伟玲台中采访报导